看看新闻网 然后就被撰写成了酒店开房 第二天又出了交往半年 见家长结婚的段子 这些所谓的知情人 实施什么职业 写完完小说的 姚迪经纪人通过微博发声 澄清两人的关系仅仅是朋友 并对造谣者予以了谴责 但不少网友对此并不买账 更是对姚迪经纪人吐槽的 做一人不义进行了反击 姚迪插错别人家庭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出面澄清 做第三者不义呢 看来姚迪想要摆脱 周一见的负面影响 重新走入公众的视野 难度还真是不小呢